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 她砸光了家里所有的东西 拿刀指着我的脖梗 承熙 你敢跟我来真的 深夜 我接到妻子苏苑的电话 来一趟魅影 我被缠上了 我穿好衣服赶去酒吧 只见喝得醉醺醺的她身边为这个宽肩细腰的小狼狗 南海俯身凑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 苏苑笑得温婉动人 透明的脖唇微微明起 露出迷人的酒窝 这时 她注意到我 老公 你怎么来了 平时她从不叫我老公 除非遇到了麻烦 我不慌不忙地走到了她跟前 淡淡地说道 有朋友看到你在这 困了吗 我来接你回家 小狼狗有些意外 眼神透着稚嫩 与我对视的瞬间 不自觉将我上下打量几眼 然后她抬起下巴 不屑地说道 叔叔 苑姐喝醉了 您接她回家吧 记得车开闻点 苑姐容易晕车 她叫苏苑姐姐 却叫我叔叔 任谁都明白她的意思 我充耳不闻 一把扶过苏苑 临走前 小狼狗对她还有些依依不舍 苑姐 我们有空再约她讨好的向她抛了个飞吻 挑心地瞪了我一眼才离开 确认人走远了 苏苑伸了个懒腰 语气再也听不到一丝的醉意 够一起 没想到你真来了 这男孩不是孟爷吧 孟爷就是他最近看上的年夏弟弟 我见过他们的基本视频 当然不是 孟爷懂事多了 提起孟爷 苏苑的模子中闪过一抹柔情 她最近忙考试 我有点闷 所以出来看看有没有新鲜的货色 结婚多年 她从不避讳在我面前聊男人 见我没说话 她倾笑两声 纤细的手腕挽住我的胳膊 放心 任她再好 也威胁不了你的地位 这倒是句实话 和苏苑结婚多年 她身边的男人来来去去 让她动心的也有 但她从未跟我提过离婚 除开我是她的恩人之外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我足够听话 不仅能忍受她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轨 我还能含笑接纳外界的一切嘲讽 可如今 我想换种活法了 苏苑 我们离婚吧 苏苑掀起眼皮 看了我一眼 突然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承曦 别闹了 我们结婚的时候不就说好了吗 我性子也 你想不住我 所以我们之间谁也不管谁 你现在抽什么疯 她转过身 用额头轻轻抵在我的胸前 做撒娇状 好了 是不是之前的视频刺激到你了 我以后会低调点 别生气了 好不好 我默默往后退了两步 身体力行地与她保持距离 苏苑的笑容有些僵硬 她了解我的性格 绝不会用离婚来一起用事 承曦 你认真的 奇怪 明明之前是爱到骨髓的人 如今谈起离婚 内心却毫无波澜 我从驾驶座拿出一份文件夹 放在了她的面前 离婚协议书都你好了 我净身出户 显然 苏苑没想到我会真跟她提这个 她冷笑 捋了捋额前的刘海 那张精致清纯的小脸上 满是鄙夷 承曦 你应该清楚 我们离婚没那么简单 况且你离了我又能去哪里 你年纪不小 腿也废了 在这个世界上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就是我 感觉得出来 她在努力压抑自己的脾气 按照以往的惯性 我应该时时悟地闭嘴 然后消失一段时间 别出现在她面前 可这次 我是真的打定主意想离婚 我家和苏苑家是世交 她从小就喜欢黏着我 说 非我不嫁 可18岁那年 我和她出门游玩遭遇车祸 我为救她 脚腕被车轮狠狠碾压了过去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腿也残疾了 命运的齿轮 从那刻开始发生了转变 她不再喜欢我 更排斥见到我 她说我的存在 给了她压力 只要看到 我她就觉得 她欠我一条腿 这辈子也还不上 为此她远赴国外 想切断与我的一切联系 可偏偏她的爷爷却觉得 愧对就有的孙子 非逼着她回来跟我结婚 否则就取消她财产的继承权 为此她只好妥协 勉强与我领了证 可结婚第一天 苏苑就带回来一个 金发碧眼的男生 她靠在男人身上凝视我 承熙 从现在开始 我们谁也别管谁吧 我不会跟你离婚 但让我爱你的话 我也做不到 到家后 我和他面对面地 坐在沙发上 我深吸一口气 继续道 爷爷已经去世 爸妈那边也没什么好交代的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你签字 我立马就搬出去 绝对不会闭嘴 苏苑随手拿起一个玻璃杯 砸到我身上 力道不小 我有点疼 她双目通红地坐在沙发上 凉酒 用食指做出警告的手势 以后 我不会再让媒体拍到 我在外面玩的照片了 我会注意收敛 但离婚这种话 我不想再听到 你是不是怪我最近太冷漠你了 她像是觉察到什么 试探性地望向我 如果你想的话 我可以 我并非这个意思 结婚多年 我们从未同床共枕 她的床上睡了太多人 早就没有属于我的位置 我爱上了其他人 我不想她被戳几两骨 所以离婚吧 认识这么久 很难在苏苑脸上 看到这种近乎失控的表情 她怒急返笑 上下打量 我几眼后露出轻笑 你对外面的人认真了 程希 你29了 不至于还那么天真 哪个女人会爱一个年纪不小 没钱没权 还薄腿的男人 我点点头 你说的没错 但范青和其他人不一样 苏苑动作一顿 谋中会急得怒气 让人心悸 你想想现实问题 现在全网都在同情你 说我是十恶不赦的女人 你和我在一起 才能得到的更多 我可以帮助你的事业 你前年是不是成立了一个公司 我可以给你注资 这倒是不假 这些年 苏苑在外面玩得起劲 她的父母管不住她 就只好在物质上对我进行补偿 从小我父母双亡 爷爷去世后就只剩我一个人 但我对物质方面真的没有什么要求 有再多的钱对于我来说 每天也只吃三顿饭 睡一张床 我不在乎这些 我重复到 苏苑 离婚吧 下一秒 苏苑猛地冲了过来 她的动作不小 茶几上的悲剧 发生清脆的碰撞声 我助力在原地 把她一把扯住袖子 苏苑巴掌大的脸上满是戾气 承熙 你敢跟我来真的 从结婚之后 我就没再看过她那样失控 我有些惊讶 尽可能控制力道地甩开她 你知道 我不是玩弄感情的人 即使之前她一再暗示 我可以找女人 甚至愿意帮我安排 我也都拒绝了 对于我来说 感情弥足珍贵 是不可以用来浪费的 呵呵 那你还真是个大善人 为了所谓的狗屁感情 连钱都不要了是吧 她在你心里就那么重要 我点点头 不带半分犹豫 是的 既然熬了六年 我该从一段痛苦的关系中 挣脱出来了 这段婚姻 无论是对我还是 苏苑来说都是折磨 苏苑死死捏着 那份蓝色的文件夹 她向来 活得肆意洒脱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自然不屑于伪装 可现在 她脸上暴力的表情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平静 死一般的平静 她松开 已经被拽得 皱皱巴巴的袖子 嘴角挤出抹鞋笑 谁知道你莫名其妙 来逼离婚 有什么目的 那个叫范青的 有没有这个人 我都不知道 程熙 你想离婚是吧 她拿出文件夹中 厚厚一达的文件 一张一张的撕碎 扔在地板上 我告诉你 做梦 别说你是个人了 就算你是只狗 我也不会让给任何人 苏苑将客厅的东西 砸了个稀巴烂 狠狠踹了我两脚后 扬长而去 我贪坐在沙发上 心里谈不上难受 但真有些迷茫 这时 手机屏幕亮了 是范青发来的微信 程熙 听说你要搬家了是吗 我没回 不知道说些什么 可很快 她又发了一条信息 没事 你不方便说就算了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 要好好想一想 我有很多事情 要想吗 当晚 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我不知道 我和苏苑之间 怎么就走到这个地步 残疾的了腿 或许只是一个起因 而更根本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 她本身就没喜欢过我 小时候的我 性格内心 不善交际 但因为成绩好 帅气 被众多女生追逐 哥们 我要是你就把这条腿 给拒了 反正留着也累赘 其实我的这条腿 只是微薄 不注意极少有人会发现 可苏苑就要重复性地 提醒我这个事实 她要我时刻谨记 我是残疾的 我配不上她 回忆起种种 我更确定了 要离开的决心 既然她都不要我了 我也没必要再等她了 许久之后 我掏出手机 给范青打了个电话 没错 我是要搬家了 我开始找房子搬出去 这些年我存的钱 足够买套房 但我一直没买 总想着 或许苏苑还能回头 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像是在给自己留后路 我不太愿意 只可惜 当初的自己太恋爱脑了 搞得现在下定决心 离开了 什么准备都没做好 范青自告奋勇 来帮我搬家 被我婉言谢绝后 她也不介意 跟我打语音 一搭一搭地聊天 和她的相识是个意外 那段时间苏苑跟我怨气 整夜整夜地不回家 我和她吵架 吵皮了 整个人情绪很糟糕 于是经常去海边散步 我的腿脚不方便 有次靠近海平面的时候 海浪扑了过来 我躲避不及时 不小心给摔了一脚 这时 范青出现了 她个子不高 整个人瘦瘦小小的 可还是用吃奶的力气 把我往岸边拖 好不容易回到沙滩上 我刚想道谢 就被她一顿 劈头盖脸骂的 给堵住了嘴 我顶你好久了 你是不是想自杀 混蛋 你知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想活都活不了 你居然还想着死 你家属电话呢 我要好好说说他们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 跑海边来 她神情很严肃 见我半天不出声 直接动手 在我口袋里找手机 我没有家属 我爸妈早就去世了 我含笑望着她 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这下轮到她说不出话来了 时间长 我和范青才熟络起来 她告诉我 她是自由撰稿人 来这座城市旅居的 每天除了写作外 就是来海边当志愿者 重点抓捕 自寻短见者 生命多可贵 无论如何 都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命 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道 下次别让我再看到 你想不开了 否则我见你一次 骂你一次 还要把你写进小说 被我的读者骂 但我当时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脚 跟她解释清楚后 她非常惊讶 你的腿有问题吗 我怎么没看出来 她完全不觉得我有些残疾 经常带我去压马路 还邀请我和她一起健身静走 她说 没人是完美的 你别看我这样 其实我是高低尖 一边的肩膀高 一边的肩膀矮 她故意扭着身体哦 做了个夸张的动作 把我逗得哈哈大笑 范青不算很漂亮 但很耐看 给人一种经历的岁月洗礼 却仍能抬头见月亮的清澈感 笑起来眼睛亮晶晶的 充满阳光 而我最缺的就是朝气 在她跟我告白的时候 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我坦白了我的情况 我说 我结婚了 不能耽误你 她那么聪明 不可能猜不出 我的婚姻不太对劲 范青没说话 之后的一个礼拜 她再没找过我 我谈不上难受 但内心总觉得缺了一块 谁知道第二天 她直接来到我公司楼下 她仗红了脸 双手抱在胸前 我都知道了 你老婆是苏怨对不对 我并不觉得意外 毕竟这些 在网上随便查都能查到 我不会当第三者 但是我希望你好好考虑清楚 你确定要和一个 你不爱的女人 永远耗下去吗 就算不是为了我 你也该对你的人生负责 守着一段不健康的婚姻 和自杀没区别 我不是没想过离婚 但惯性和骨子里的犹豫 总让我缺了些勇气 可范青的话提点了我 如今我才29岁 难道我真的要过 一辈子行尸走肉的生活 男人的青春也是青春 况且把不爱的人捆在身边 对双方都是种折磨 这段时间 我真的很开心 如果能从这段感情中 跳脱出来 整个人会更舒适吧 我看着范青的脸 下定决心点了点头 我找了个老房子 住下来 苏远跟我发了 无数条微信 承熙 我真没想到 你会像个女人样的来这套 欲擒故纵 对我来说不管用 她一遍遍 警告我不要玩得太过分 我说过 我不是跟你闹 我受不了她的骚扰 只好拉黑她全部的联系方式 主打一个眼不见眉镜 半个月后 是苏爷爷的忌日 作为当地举足轻重的人物 今年是爷爷去世的第二年 自然又有不少人来悼念她 我是苏家的孙女婿 肯定要出席 苏远当天也早早到了 她站在大厅 一改平日的浓妆艳抹 一脸沉着冷静地安排着准备工作 不远处 我还看到了孟爷 她一身黑色西装 站在苏院的右侧 自然而然地挽着她的手 关系亲密毫无遮掩 到访的人看了我一眼 有些尴尬地低下头 没敢说话 主持大局的 本应该是苏院的父母 可他们有事 被困在国外赶不回 所以整个苏家游苏院说了算 她就想带着外面的男人 登堂入室 也没人敢说什么 我面无表情 完全不在乎 这么些年 我也没闲着 开了自己的公司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和靠富婆包养的小白脸 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孟也没见过我 但从别人的目光中 肯定能猜到我的身份 她倒很坦然 走到我的面前 笑得温文尔雅 诚哥 久仰大名 我点点头 算是打招呼 毕竟实在是没心情和她搭话 诚哥不想跟我聊会吗 关于那个视频 当初那条船的沸沸扬扬的视频 霸占了各大媒体一周的头版头条 梦也不信 我会无动于衷 毕竟在常人看来 没有哪个男人能接受自己媳妇和其他男人鬼混 可我实在是太淡定了 眸中的视不关己 高高挂起 不像是装的 诚哥 你装大度也没用 怨姐现在爱的是我 你看看 这么重要的场合 她都带我来了 你觉得我取代你的位置 还会远吗 我有些惊讶 原以为苏怨心虫上的小男孩 会有些脑子 现在看来 和她之前喜欢的那些 也没什么区别 见我沉默 梦也误以为我真怕她 都这样了还不滚 你是不是就喜欢被叫忍者神龟 她以为一再的挑衅会让我失控 可我只是很淡定的拿出手机 低头翻了翻地给她 梦也看了两秒 接着脸色骤变 眼神无法置信 你一口一个爱着你的女人 同时也在爱着别人 上次接苏怨回家 我特意拍了几张照片 没其他意思 不过是担心她不肯离婚 到时候好拿出来做证据 没想到现在提前派上用场了 梦也的脸红一阵白一阵 眼神充满了对我的怨怼 可她还年轻 除了赐我几句外 也没有别的收拾我的本事 击败正式开始 高僧祈福之后 我和苏怨将点燃第一根檀香 烟雾鸟鸟间 我和苏怨正准备跪下叩拜时 身后的人群中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怨姐 我没资格给爷一点香吗 梦也缓缓走了出来 她长相偏斯文秀起 又是名校毕业 整个人的气质和苏怨之前 在外面随便玩玩的男模 完全不一样 她神色复杂 与其说是在抱怨 还不如是在诉说委屈 你叫我来 就是为了让我看到一个 配不上你的人陪在你身边 以丈夫的名义承担全部责任 我对于你来说 不过就是一个小情人 根本不值得你上心 偏偏我还以为 语气有些哽咽 她看上去就差要哭了 实在不忍再说下去 梦也望向我 露出凄惨的笑容 你赢了 我祝福你们说完 她转身大步转身离开 不知眼角有没有挂着眼泪 之前还跪在我身旁的苏怨 一把扔掉手中的檀香 毫无顾忌地追了过去 不行 我拦住她 但并不是为我 看看这是什么场合 你不要任性 对于整个苏家来说 即日非常重大 苏怨是爷爷唯一的孙辈 不少亲戚都嫌弃她是个女儿 怀疑她不能承担苏家的重任 如果她现在走了 不知还有多少闲言碎语传出来 可苏怨想不到这点 她只知道叫梦也来 本来就是为了侮辱我 现在如果跟着她走了 这种侮辱可以加倍 从而达到她的目的 我去去就回 你先帮我撑一段时间 她低声说道 态度却很坚决 即使失望了这么多年 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好受 在她追出去的最后一秒 我突然开口 苏怨 你现在回头 我就不跟你离婚 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威胁她 我没其他的意思 只是好奇 爷爷宠了她28年 我和她认识了27年 苏家的面子 她的未来再加上我 全部放到一起 到底有没有资格 和梦也一较高下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等着苏怨的答案 许久后 她微垂下头 声音仿佛失去了底气 对不起承熙 等我回来了 再跟你解释 苏怨还是走了 之前那些不敢出声的人 开始怯怯私语 或生气 或不屑 或嘲笑 我低头 收敛起全部情绪 其实并不意外 我不该难过 按部就班地完成所有环节 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后 我离开了苏家老宅 正值秋季 我回忆起 爷爷刚生病不久 我还经常推他来湖边钓鱼 他当时问我 和苏怨结婚后不后悔 我说 不后悔 因为我爱他 可内心真的不后悔吗 假如知道彼此纠缠六年 还是无法走进他的心里 我应该也会选择及时止损吧 回忆到这 我有些心烦意乱 刚想找块石子扔一扔 就听到身后传来自行车铃铛的声音 我一愣 怎么样 今天还顺利吗 范青踩着脚踏车 脸上全是笑意 我从小听着苏家爷爷的事迹长大 今天来悼念他的人很多吧 我本来也想去的 只可惜被保镖给拦住了 说我没资格 他懊恼地叹了口气 不过也好 你帮我点香了 就当是我拜祭他老人家了 说完 他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耳朵旁 我好像看到你老婆跟他的小三一起跑了 你没去追吧 我摇头 很快就不是我老婆了 没必要 范青心为地点点头 你想开了就好 我带你去个地方 保证你心情会好起来 我没想到范青会带我去孤儿院 坐在他自行车后面 直到看见了儿童之家的门牌 我都有些恍惚 我不是说过我在做志愿者吗 每周都要来这陪小朋友们玩 这里面积不大 一间校舍 一间宿舍 十几个小朋友眼巴巴地坐在院子里 当注意到我和范青出现在他们跟前时 所有人的眼睛都泛着光 范青阿姨 你来了 范青阿姨 你看 我会用一只走路了 范青阿姨 你说爸爸妈妈会在天上看着我 我已经找到那颗最亮的星星了 小孩子将范青团团围住 有的拿小点心给他吃 有的扑进他怀里撒娇 过了好一会 才注意到跟在他身后的我 叔叔 你是范青阿姨的男朋友吗 叔叔你长得真好看 叔叔以后也会陪我们玩吗 我一直都很喜欢小孩 在尔虞我诈的成人世界待久了 总忍不住想回到小时候 那个时候爷爷还在 我的腿也没出事 苏苑依旧在我身边 范青红着脸 解释说我还不是他的男朋友 他从包包里给每个孩子 一根棒棒糖 让他们坐回小板凳上吃 他们都是被遗弃的孩子 但在很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之下 都在一天天健康地长大 其实除了爱情 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在意的事情去做 别再为不珍惜你的人难受了 话有所指 我清楚他的意思 我凑近他 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 范青一愣 放在身边的小手 轻轻搭在了我的右手上 他的手很温暖 小小的一个 像是能给予我勇气 我内心忽然涌出一抹冲动 我心红着眼看向他 在低头稳住他唇的瞬间 我生生摁压住了体内的火苗 不行 在重获自由置身前 我不会做出任何僭越的事情 在孤儿院待到很晚我才回家 没想到刚走上楼 就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人影 苏苑缩成一团靠在门边 他看上去很疲惫 用手肘撑着下巴 你去哪里了 见我没说话 他继续道 今天是我不对 但是他的谋色停留在我的手上 纹身 他拽住我的手腕 狠狠将袖子掀开 上面是一个爱心图案 有我和范青名字的手字母 我注意到 他的表情一点点的冷了下去 你这么晚才回家 就是做这种事情去了 我没说话 其实不是纹身 是小朋友送的贴纸 亲手贴在我手上的 可我凭什么要解释呢 他挡在我面前 不让我进门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苏苑的眼神有些泛红 你居然会去纹身 像你这么呆板又无趣的人 居然会去纹身 他不停地重复 我甚至在他的眼眶中 看见了泪花 前所未有 我们两人僵持不下 终于 苏苑往后退了一步 他的嗓子带着颤音 我和孟也提分手了 我们不离婚了好不好 你去把纹身洗掉 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是错觉吗 他的语气 居然有哀求 只可惜时间不对 如果是换作一年前 我说不定真的会动心 可现在的我 只觉得疲倦 岁月早就把我们所有人 打磨得物是人非 他一看到我 就会想起欠我一条腿 我一看到他 就会一起那些背叛 怎么能回去呢 回不去了 苏苑真的身体力行地 向我表示他要和好的决心 不仅对外宣布 和孟也分手 还当众向我施爱 我和我先生是青梅竹马 我们近三十年的感情 是坚不可摧的 我对曾经伤害过他的事情 表示抱歉 未来希望外界 可以对我进行监督 我一定会做一名好妻子 好太太 网上对他依旧骂声不断 可他不介意 每天都来我住的位置 我不让他进门 他就自己想办法 配了把钥匙 给我洗衣做饭 你尝尝红烧鱼筷怎么样 我亲手做的 前晚我熬夜加了的班 在醒来时 已经将近十二点了 苏苑围着围裙 手里还拿着锅铲 嘴角明明带着笑 却能看出来勉强 我做得不太好 但是我以后每天都做 肯定会一次比一次进步的 我望着面前的他 一时问有些恍然 很久很久之前 我也看过这么手足无措的他 那时候我们不过十三四岁 苏苑刚转来我们学校 他性格大大咧咧 长得又漂亮 有时候得罪人了也不知道 我是孤儿 被爷爷奶奶抚养长大 在校园属于常被人忽略的存在 但是我可以忍受别人欺负我 但接受不了有人欺负他 一个课间 几个女孩看中苏苑衣服上的蝴蝶结 飞逼着他取下来 苏苑从一开始的嘴硬 到之后的害怕 他颤颤巍巍的脱下外衣 只不过动作慢了点 就招到其中一人的耳光 一阵拳打脚踢之后 他整个人缩在墙角 疼得瑟瑟发抖 我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 即使从小被教育 不能对女孩子动手 可那一次 我疯了班地教训了 动手了的所有女孩子 其中一个被我推到墙上 差点被撞坏了门牙 他家长闹到学校 非逼着校长开除我 苏苑跟在我身边痛哭 但我却始终很平静 你不害怕吗 万一你被开除就完了 不怕 打人犯法的 你要坐牢怎么办 那就坐牢 我被爷爷派来的人 接走时 苏苑误以为 我真要去坐牢 他护在我跟前 不肯放我走 任谁来劝都没用 你们别让承熙去坐牢 非要坐牢的话 也让我去吧 我和他一起 做什么都在一起 这么依赖我的苏苑 我已经很久 很久没见到了 之后 我的保护对他来说 是耻辱 是他做梦 都想逃避的灾难 我的心情有些复杂 你没必要这么做 苏苑自顾自 坐到我对面 我反省过了 之前是我不对 梦也那边 我都说清楚了 他不会再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承熙 我们要个孩子吧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我抬眼看他 苏苑从不会用 这么小心讨好的语气 跟我说话 我早已习惯 他的盛气凌人 哪怕他带男人回家时 也会坦然地说 我就是包男模了 你想怎么样 可现在不用了 我连筷子都没拿 苏苑 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你也清楚我不是在开玩笑 苏苑的眼里慢慢染上红色 声音哑然 可是你说好会一直陪着我的 那是以前 我不爱你了 苏苑 你说的对 没有人能无怨无悔 不求回报的 爱另一个人一辈子 我认同你的话了 最开始不是他说的吗 他说没有人会爱另一个人一辈子 所以变心是正常的 背叛是值得被原谅的 怎么现在哭的人 却还是他呢 我站起身 转身离去 既然他不肯走 那我走好了 我和苏苑的离婚 比我想象中还要复杂 虽然我愿意净身出户 可苏家很多东西 都是苏爷爷生前强制性给我的 就算我主动放弃 也要先走完很多流程 每天我除了去公司 就是去律师事务所 忙得昏天飞地 偏偏还有人要来找我不快活 孟爷来公司闹了好几次 像个怨妇一样的 站在我公司门口骂街 一开始我懒得搭理他 在后来怕影响公司形象 选择了直接报警 他被押去了派出所 被关了好几天才放出来 而这件事情从始至终 苏苑问都没问一下 孟爷还是太年轻 高估了自己在苏苑心中的地位 一个用来打发时间的小男孩罢了 帅得那么多 谁会真的放在心上呢 在苏苑接到律师函的那天 他跟我打来了电话 我犹豫了片刻 还是接了 你下定决心了 是 哪怕我同意你和那个女生在一起 只要不离婚 你也不会回头了 她的声音很哽咽 也可以说是屈辱 是我犹豫了片刻 还是接了 你下定决心了 是 哪怕我同意你和那个女生在一起 只要不离婚 你也不会回头了 她的声音很哽咽 也可以说是屈辱 是我一开始就说过 不会让范青坐小三 苏苑终于同意离婚 但在拿证之前 她想和范青见上一面 见面地址选的是海边 苏苑喜欢开游艇出海 她坐在驾驶座上 而我和范青则坐在后边 三个人都没说话 就在苏苑发动引擎的时候 不远处冲出一艘白色的快艇 我看清楚了驾驶座上的人 是孟爷 她的表情很平静 可眼睛深处 却掩盖着万分汹涌的浪潮 跟老子去死 一字一句对我的恨意 几乎要将人吞噬 我们的快艇躲闪不及 轰得一声两快艇相撞 我几乎下意识 就将范青揽入怀中 苏苑坐在前面 我无暇顾及到她 况且孟爷想报复的人是我 应该不会对苏苑下死手 事实证明我赌对了 等我被营救上岸 只是稍微被枪了几口海水 范青和我一同被解救上岸的 虽然因为惊吓失去意识 但总体没受伤 孟爷被警方第一时间控制了下来 有计划杀人的罪名 肯定逃不脱了 警察来跟我做笔录 我看了一圈 另外一个女生呢 她当时在驾驶座 本来没什么 但她回过身想来保护你 直接从快艇上摔了下去 当时两艘快艇间的距离极小 苏苑的一条腿被卡在了里面 造成了粉碎性骨折 我的心绪有些复杂 她胆子一向都小 况且还有之前车祸的阴影 她为什么要来保护我 苏苑的腿留下了轻度后遗症 即使以后好了 走路也会受影响 与以往不同的是 她很快接受了这一现实 平静得如同无事发生一样 范青陪我去看她 可走到病房前 她却主动提出不进去了 好好聊聊 我就不进去了 我明白她的意思 最后的告别 应该由我和苏苑单独完成 你来了 苏苑躺在病床上 大腿还打着石膏 可脸上气色却很好 她朝我笑笑 指了指椅子 示意我坐下 你还好吗 为什么要救我 我们一口同声 然后都沉默了 其实梦也的目标只有我一个 只要苏苑按兵不动 她就能毫发无伤 苏苑笑了笑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我们说好要离婚了 所以想把欠你的都还给你吧 气氛突然有些怪异 我不知道还要不要聊下去 苏苑叹了口气 她的语气平静 没有故作轻松 也没有激愤 其实你比我想象中要重要 我之前一直觉得我不爱你 年少时候的喜欢 怎么能做数呢 况且你腿都残了 我接受不了 要和你过一辈子 但直到你跟我提离婚 我才确定 我是喜欢你的 只是我们的感情一开始 就像是被恩情给绑架 所做的一切都成了被迫 可回想起 当时去选结婚戒指的时候 我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她皱眉 想得越来越深 越来越迷茫 怎么会成这样呢 不该成这样啊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问题 让人想不清楚了 我也不再在意那个原因 过去的就随风而是吧 能够学会珍惜眼前人就好 我离开病房时 我们没有互相说再见 但心里都清楚 不会再见了 拿离婚证的时候 我是一个人去的 从民政局出来 心中只觉得莫名轻松 没想到范清慧等在门外 她看向我 微笑地走了过来 解决了 嗯 解决了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其实我也没想好 但我知道接下来的日子 不再是我一个人 我刻意清了清嗓子 好久没去孤儿院 看小朋友了 不知道 有没有人愿意陪我一起去呢 她站在阳光下 笑得和我们刚认识时 一样纯净 范清将手放入我的掌心中 那好吧 我就勉为其难地 跟你一起去吧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